我覺得張善政這個研究計畫 兩大問題 第一個是有沒有抄襲 第二個是這個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第一個抄襲的部分 我想張善政今天已經生臨了 他說我有抄 但是他說這叫合理應用 他說你 從他說頭體 他說我不是頭體 我只不過是先拿來用 我沒有頭我是拿來用 那合理啦 合理 那以我對著作全法五十二條認定 我認為這完全不合理 因為他違反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什麼叫合理使用 就你 你不 你要以自己寫的為主 以引述他人的為輔 你這個是六十頁超三十頁 你告訴我 你以你自己的為主 還有一個證據 就是說 公務員這邊是研究 所謂的IPTV 就隨選電視 與公務員結案報告是在二零零六年 所以他的資料 當然只到二零零六 那我們知道零七零八零九 那三年 其實全世界的網路科技 包含隨選電視 進步是非常快 張善政的報告裡面 只到零六 他是零九年結案 為什麼 因為他操的內容 就只有做到零六 後面沒有 你說你操也操 比較認真 我今天去操我原來的東西 我後他三年交報告 我應該後面三年要補充上去 就連補充都沒有 你這叫合理飲用 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五千七百三十六萬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好 我們退一萬步講 就算你是操的 這的確是有構成詐欺的嫌疑 那如果這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讓台灣的農業帶進一個新的觀念 或一個全新的技術 讓我們的農業有很好發展 我覺得好吧 那我們勉強還可以接受 從這個案子鏡週刊開始報導以來 我在節目中 我就一直在問張善政一個問題 你領了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到底給台灣的農業帶來什麼樣的貢獻 到這尊到今天的危機 他講不出任何一個 我只要求他講一個 他講不出任何一個 好 郝鵝你講出什麼一個叫IPTV 你知道他後面這個計畫 還申請了兩千四百萬的經費 結果這個IPTV 現在已經停了 已經沒人看了 你買多少 對啊 定義說五千七百三十六萬 再加一個兩千四百萬 差不多八千萬 八千幾萬開掉 結果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來 你告訴我說 這個叫合理引用 這個叫做什麼 台灣農業的蔣經國 你講的人不覺得噁心 我聽的人都想吐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這個問題 他到今天為止 他還在逃避 這個案子錢到哪裡去 剛剛特別講 這個是宏基當年這個標的案子 所以張善政他信誓旦旦說 如果這個錢有一毛錢 放在他口袋 他願意退選 那這也是態度 所以我當然綠營的朋友 今天在選舉的時候 後來證明如果拿了一百萬 又不是一毛錢 這就硬拗 這個連我都辯護不下去 那我要講就是說 只是若有遺漏百密書 六十月超二十九月 請問密在哪裡 說在哪裡 張善政說百密書 百數百密書 我前往你這整個報告總共幾頁 總共幾頁 張善政講的 只報告 希臘 我說整個研究報告是一千多頁 我坦白講 抄襲的部分 我不敢 任何人都不應該 我自己也不敢幫他辯護 我都講 以前你沒真的事情 我也是在這個節目講 就是說他到底是疏漏 還是說刻意的全部都在抄 這個要去分別 我說真的我不敢 我說錯就是錯 我也認為像那個鏡周刊 他有做出那個比對分析 我認為是啊 看起來說你有 你有這個什麼相似的地方 那你有沒有著名出處 如果沒有 當然是抄襲 抄襲的比例 你的嚴重性 這個都要進一步去探討 這個這個 剛才特別講 你的原創性什麼 這一個報告叫農業 電子化發展策略分析 基本上他嚴格講 他不是跟一般的學術論文不一樣 就是說他主要還是收集資料 那當然不管是收集資料 還是不是收集資料 都不能抄襲 主要是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 然後提供政策分析 因為這個不是論文 所以你要你要不要 我來做就好了 不是啦 洪一哥 這不會是只有張燦正在 每年政府多少的標案 是類似提供給 提供給這個業界 或學術單位 中金院台金院 來做這個研究報告的 政策分析在哪裡 什麼啦 張燦正有沒有跟我們講 他正分析了什麼政策 可以 他這個報告整份 也許可以問一下 當時的農委會 服委蘇家權 如果他沒有價值 為什麼這個計畫要分個三年 每年都給 如果第一年都覺得很爛 那就不要給了 還給了第二年第三年 不是沒有道理嗎 都陳五雄給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